Surfing Vlog Hello 朋友們好 好久沒有跟大家分享我們的Surfing Vlog 因為過去的兩三個月 我大概就去了兩三次了 而且也沒有每次都錄 然後其中可能是上次錄了也沒有剪輯 這次的話錄了我覺得還是要剪輯一下 然後太久沒有完了 其實就是原來是一週都去一次 後來兩週去一次是三週去一次 後來一個多月也沒去 好多原因 但是還得繼續繼續練 要不然的話都快一年了 衝浪快一年了 要不然這個水平還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實在是沒法交代 所以的話就是現在天氣也變熱了 所以也非常好 而且我們慢慢找到了一些河市非常好的地點 特別是這個Sunset Beach 還有一個 Bosan Chica Bosan Chica 那個地方也是非常棒 就所以的話天氣熱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 然後不像之前會想到 哎呦特別冷 下去會晚不久啊 或者說是連去的念頭都會被打消 那現在的話天氣熱就可以好好的沖啊 對我的沖浪日記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點讚啊 轉發 或者說跟我們一起來沖浪 之前有看過我的攝影 Vlog的朋友們一定會知道我有一個好夥伴 就是我們一起成為了夥伴的教育小 那這次他也在跟我們在一起 那兩個人在一起 就兩個人一起來沖的話 有個伴是非常好的 因為相互可以學習嘛 那我們的水平也比較相當 就是都比較臭 好不到哪裡去兩個人都差不多 但兩個人最重要的一點是 兩個人都比較堅持 就是兩個人都會 他還比我更強一點 就是基本上他每週都想去 然後除了有時候 有點小意外的話 那所以的話兩個人在一起沖浪 是蠻好的就是相互可以督促 然後可以學習分享 在之後的Surfing Vlog裡面呢 我還會再多一些分享 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我這將近一年的沖浪的一些體會 和一些經驗 包括一些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有哪些危險的事項要注意 還有就是說一些地點的介紹 還有一些設備的一些介紹 如果你們都有興趣的話 麻煩給我回覆 在評論區給我回覆一 這樣的話我就知道 你們對這些方面的內容有興趣 這樣我就可以分門別類的去跟大家分期的來講 分享這些我所在過去一年學到的 我體會到的一些東西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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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